美国商务部5月16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 4月 美国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长0.4%至6861亿美元 不及市场预期值0.8% 同比则增长1.6% 消费支出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二 零售销售额则被视为衡量消费支出的重要指标 美国家居建材零售巨头加德宝于当日盘前公布一季度财报 营收同比下滑4.2%至372.6亿美元 相较于华尔街预期值382.8亿美元要低于10亿美元 创2002年以来的最大偏离 也是连续两季逊于市场预期 纽约联储近日调查结果显示 消费者预计家庭支出同比增速在4月份降至5.2% 为2021年9月以来最低的水平 具体来看 美国家庭预计 未来一年汽油和食品价格将分别上涨5.1%和5.8% 同期房价涨幅为2.5% 涨幅创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 受访者预计 未来一年家庭支出将大幅下降 美国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历经4年调查后 5月15日公布306页的报告指出 联邦调查局FBI在发起针对特朗普2016年竞选团队 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时存在严重缺陷 没有证据基础 并且过于依赖特朗普政治对手提供的线索来推动调查 他还指责FBI对待2016年特朗普调查的方式 不同于其他存在政治敏感性的调查 后者包括及其涉及特朗普的民主党竞争对手 希拉里·克林顿的调查 对此 特朗普发文称 自己是民主党发起的长期叛国骗局的受害者 美联社报道称 这份报告的发布标志着2019年5月 司法部启动的内部调查的结束 美国国税局5月15日提示民众 有进行诸如更换救门窗 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或升级热水器等改进的防守 可能有资格获得家庭能源税收抵免 在某些情况下 成租人也可为特定费用提出申请 房东无法将这类抵免用于他们出租房屋的修缮费用 节能家居装修抵免 纳税人只能针对现有房屋的改进 增建或翻新申请节能家居装修抵免 合格费用可包括外门 窗户 天窗和绝缘材料 中央空调 热水器 熔炉 锅炉和热泵 生物制炉和锅炉 家庭能源审计 住宅清洁能源抵免 合格费用可包括太阳能 风能和地热发电设备 太阳能热水器 燃料电池 电池存储 要申请这些抵免 纳税人应连同税表提交表格5695 住宅能源抵免 据CBS News 5月16日报道 15日 数百只蜜蜂聚集在洛杉矶恩西诺社区 据消防部门称 至少有两人受伤 其中包括一名多处被蜜蜂遮伤的成年男子 以及一名洛杉矶警察局的志愿者 志愿警察在试图逃离蜂群时受伤 身上有数十处被蜜蜂遮伤 当地蜜蜂清除公司表示 那里有数百只蜜蜂就像乌云一样 这些蜜蜂好像是疯了 极不正常 据报道 人们认为 这些蜜蜂可能是从附近一户人家的蜂巢飞出的 现场的蜜蜂清除公司在蜂箱上喷洒杀虫剂 试图消灭蜂群 消防局发出警告 要求居民留在室内关闭所有门窗 专家还表示 如被蜜蜂袭击 快速进入安全空间是关键 并建议避难奔跑时尽量跑直线 遮住脸 但永远不要下水 更不要和蜜蜂打架 乌克兰政府5月16日表示 乌克兰防空部队在15日晚至16日凌晨 连续击落俄军向基辅发射的 6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不仅取得前所未有的防空战果 而且再次证实了爱国者防空系统 所具有的强大拦截能力 打破了俄军过去所标榜的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是难以拦截的超级武器的神话 俄军星期一夜间一口气 向基辅发射了18枚导弹 路透社引述乌克兰武装部队 总司令的话说 所有俄军发射的导弹 全部被击落 如果基辅的说法得以证实 就说明西方国家最近向乌克兰提供的 防空反导系统性能极为优越 而莫斯科方面并没有就此立即发生 时程和美国际赢金 保持一种区丁 然后保持一种区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